为在新竹城隍庙附近的鸭香饭十足 第一代老板娘每天选用温体鸭肉 经过鲜蒸再烟熏的两道手法 让鸭肉软嫩够味 搭配自家炸的油葱 跟香Q饱满的寿司米 淋上秘制的鸭油酱汁 搭配半熟蛋 搅拌均匀之后一起入口 嘴妙滋味让不少老主顾一吃上瘾 我们住台中 然后只要来新竹 就一定来这里吃 我们会先舍弃咖啡店 然后来这里吃饭 来新竹如果没有吃到 会呕心气邪的裤子回台中 晚来没吃到 回家真的会很伤心 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滋味 叫人 魂牵梦营 原来是这一碗 铺上满满的鸭肉的鸭香饭 它就是老店的正店之宝 来 你的饭来了 谢谢 稍微搅拌一下 不要均匀 比较好吃 谢谢 香气四溢的鸭香饭一上桌 较然 食指大动 软嫩的鸭肉和自家炸鲤油葱 搭配煮到香Q饱满的寿司米 淋上独家秘制的鸭油酱汁 搅拌均匀一起入口 浓郁的香气全部都交织在一块 绝妙的滋味 让不少老主顾好着迷 它本身跟其他的 其他家鸭香饭比起来 因为它那个鸭油比较多 所以吃起来就比较顺口 而且它的鸭肉也不会很柴 它就是比较不会过湿 也不会过硬 所以吃起来就刚好口感还不错 满Q弹的 我吃十年了 在这边吃觉得很有记忆点 所以我觉得每次来都会来吃这样的 吃得到鸭肉的原汁原味 每次来新竹都会来报道 今天是特地搭高铁从台北下来来吃 未在新竹市城隍庙商圈附近的 老字后鸭香饭专卖店 从民国八十三年 创立至今已经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了 尽管用餐时间都还没到 早就吸引不少人潮闻香而来 外在鸭香饭是大一小 好 不说你不知道招牌的鸭香饭 还有这个隐藏版的吃法 用鸭油煎的半熟蛋起锅后 铺在饭上头 再轻轻戳破蛋黄 让蛋液缓缓流下来 邪恶的金黄蛋液沾裹着鸭肉饭 让人越吃越耍嘴 我觉得它那个鸭油 跟它那个鸭肉混在一起 然后跟那个半熟蛋加起来 那个油香油香的感觉还不错这样 我们的鸭肉会比较嫩 香 我的那个酱汁 在搅拌的时候它香味也会出来 因为寿司民主材是Q 它价钱贵 可是没关系 给客人吃好一点 对食材的品质相当要求 她是老店的第一代创始人 62岁的郑菲娟 坚持呈现出鸭肉的完美口感 都是每天一早现做现卖 四十分钟 刚洗好蒸汽浴的鸭肉 准备起锅 八十年次的李家伟 是老店的第二代 承袭自妈妈的功夫 选用台中鸭疗 每天清晨直送的温体鸭肉 蒸熟后还得经过这道手续 这个你要拔的口感才会好 鸭疗它们弄不干净 处理鸭毛的这个小细节 都做得相当仔细 而好吃的关键 还有第二步骤 准备下锅烟熏 这时候我们开始下白糖 准备烟熏 黄金比例的白糖 下锅烟熏个五分钟 时间跟火候的掌控 随着天气季节变化而有所不同 这也让李家伟在十年前 大学刚毕业退伍时 回家接放跟妈妈学手艺 摸索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慢慢上手 70岁困难点应该是把它量化 以前是小小的 然后现在再把它弄大的 才量化 量化是比较困难 这锅子都定做的 重新定做的 这个变大的锅了以后 你也要去涮你跟它的烟 它的火 我们都要去重新计算 时间一到 拉开锅盖 这时候鸭肉全都穿上金黄色外衣 正正烟熏香气扑鼻而来 烟熏完后的鸭肉 我们因为要体贴客人怕吃到骨头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骨头都去骨 对鸭肉的处理手法 很有一套全来自妈妈的教导 尽管费时又费工 却一点都不敢马虎 我们以前是没有剥骨 客人吃到 小孩吃到 我说 我看我多一个程序 我是来剥 骨头又可以熬汤 一举两的事情为什么不做 不过早在四十年前 郑菲菌一开始可不是卖鸭肉 而是开录影带出租店 经营九年下来 入不敷出 生活可以说是苦哈哈 他那是回来 我就弄面给他吃 他说 妈妈 你每次都弄面给我吃 可不可以弄饭 我说 饭喔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说 好像可以喔 然后淋我们鸭的那个酱汁 然后油葱 胡椒粉 他就说 妈妈 这好像可以卖耶 我说 好像可以喔 原来这碗鸭香饭 背后还藏着 妈妈对儿子的关爱和付出 为了让店里品项增添变化 郑菲菌不断研发鸭香饭的口味 我去吃吃看哪边不够 我就再多跟妈妈讲一下 然后到最后就是这个 母汁的配方 就是定下来 跟新竹市的鸭肉面的其他店家 就有做市场区隔 又有自家独门特色 这鸭香饭的酱汁就是一大关键 我们的鸭香饭的卤汁 里面有鸭油 还有我们调配好的秘方 然后每天就是 没有了就是煮 大概每天煮大概三十几锅 而店里超人气的配菜炒鸭血 更是每桌必点 辣椒 蒜末先下锅 用鸭油大火爆香 接着主角鸭血登场 锅炒鸭血 倒入乌醋 酱油膏 用超过一百八十度的大火快炒 锁住香气 加姜米酒去腥味 最后用太白粉勾芡 增加滑顺口感 诱人的炒鸭血就能准备起锅 鸭血就软嫩 脱汁不老 这間店我们从那年轻吃到现在 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不会太酸也不会太辣 然后刚好它就有勾芡这样 然后吃起来咕嚕咕嚕的 然后很顺 很顺口这样子 然后刚好配这个饭很搭 另一个跟鸭香饭也是绝配的 就是这道用鸭油和鸭高汤 下去炒的高丽菜 炒到清脆爽口的高丽菜 吃起来鲜甜味十足 看到儿子不管在那一场 还是外一场 都能把店里的大小事物 打理得相当好 郑菲娟相当欣慰 在很小的时候 都是在我身边 然后是鸭肉面也是在我身边 然后鸭香饭也在我身边 然后他都看在眼里的 然后他要当传承第二代的时候 他也是很开心的接 那我就很放心 一家人的感情 也靠着这一碗鸭香饭 紧紧地拴在一起 一步一脚印 还有很多路要走 然后每天都有一点点进度 一点点进度 回头看来就觉得 有成长的这一段时间 那我还要继续干涂鸭 用心守护 妈妈传承下来的老招牌 李家伟不只要传承这个老味道 更要让大家知道 蕴含着母爱的鸭香饭 每一口都让人顺指回味 你